2001年到2021年10年里 全球爆发了至少34起储能电站爆发事件 其中32起就与锂电池相关 2021年前两季度 中国就出现了6462起电动车起火事故 80%都与锂电池爆炸相关 种种的锂离子电池燃爆事故 使得公众的焦虑越发严重 为了弥补锂离子电池的各种不足 同时也为了增加其他的各种能源电池 已被不时秩序 专家们开始研究各种新的电池材料 于是继三元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氢燃料电池 钠离子电池后 反电池出现了 相比起来 反电池的稳定性和续航都毫不逊色 未来是否会将锂电池取而代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反电池 全称全反氧化还原液流电池 一个非常拗口又很学术的名字 但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 顾名思义就是 以反作为活性物质 称循环流动液态 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再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电池 而以其为名的反正是这一电池的基础材料 反是一种金属元素 被称之为储能之神 最初是作为氧化剂应用在煤矿行业 钢铁行业 直到后来人们发现 反的电子置换反应 便将其用到了储能电池之中 在国内 反电池被认为是更年轻 且更具备未来希望的电池后备军团 尤其是相较于锂电池 反电池还有着功率大 安全性高 且储能上限高的超级优点 因为反电池内的活性物质 是以循环流动液态的形式而存在的 所以可以使得正负两极的浓差计划 可以降到最低 最低意味着什么呢 不会出现温度极度升高 出现电池湿热的情况 这就从根本上规避了最危险的爆炸隐患 而且因为所有部件几乎都泡在电解液里 所以散热方便 还避免了自放电的消耗 不会出现电池放着有损耗的情况 这一损耗的减少 能帮助反电池的能量转化效率提高 所以实现75%的转化率 能耐得住大流量的充电和放电 保证循环次数至少可以到13000次 使用寿命则可以达到15到20年 更重要的是 反电池能实现顺时即充 因为电解液充满了整个电池组 所以运行过程中 仅需0.02秒就可以切换充放电状态 响应速度仅仅需要1毫秒 是真的刷一下就能搞定 也正是基于以上的诸多优点 反电池被许多领域都寄予厚望 比如在电源 电网 基站等能源安全领域 反电池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国内许多新能源行业大佬所说 储能行业不会出现只有一种技术的 一家独大局面 每一种技术都会因为其独有的优势 而并用在合适的领域 所以既安全又经济的反电池系统 如今正是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情况中 2021年7月 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允许各类储能电池参与电力市场 2022年6月 能源局又发布了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25项重点要求表示 出于对安全性能的考虑 三元锂电池 纳流电池和梯队电池 不应该被使用在中大型的化学储能设备中 于是 这几个文件一经发布之后 反电池就如黑马一般被众多企业所看好 尤其是不同于锂电池 多用于电动汽车等常见领域 反电池适用在储能行业比较多 而储能行业的核心考量是安全 成本和体积都不是第一位的 唯有安全才最重要 而寿命长安全性能高的反电池 正好契合了储能电站的需求 同时也十分关键的是 反电池的研发和使用 能帮助中国逆转在电池材料上 大幅度依赖进口的情况 锂电池的原料顾名思义就是锂矿 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消费国 自产率非常的低 且加上矿石的质量不属于优良 所以中国的锂电池 一直使用的都是进口的锂矿石 截止2022年10月 电池及碳酸锂的价格上涨到了53万元每吨 平均报价甚至还要高上0.15万元 这个价格将2021年上涨了足足有8倍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 反电池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 我国是反资源的第一大消费国 同时也是第一大生产国 中国蕴含510万吨反资源 占有量居全球第一 其中主要分布在四川潘之花和河北长德地区 而这两个地区的反资源 也为潘刚集团和清华与成德万利通合建的 液流电池研究中心 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供给优势 反资源上的优势也能保证 在能源安全角度 矿产原料能主要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手里 那么中国目前反电池进展如何 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问世 5月25日 北京星辰星能科技 在CIES第13届中国国际能源储能大会上 发布全球首款大功率高效率全繁液流电堆星辰一号 据悉 该电堆采用创新结构和材料能效超过85% 能实现25000次循环后无衰减 在结构方面 星辰一号电堆采用了多级变境均衡流道设计 和高效电堆结构 提高了整体效率 同时 电堆采用了嵌入式复合封闭结构 和结构形变一致性设计 增强了电堆安全性耐受性 使得产品能适应更大宽温范围和复杂使用场景 在材料方面 星辰一号电堆采用了流体低阻力一体化双击板 和电解液活化技术 提升了电堆工作效率和工作温度区间 此外 还采用了自研非浮离子传导膜 电导率和耐久性优良 电极则采用了公司专利创新材料 保障电堆高电流密度 高能量效率 在应用方面 目前该电堆已应用于 星辰STAR储能系统 采用了多项智能化控制技术 可满足不同容量大小 及应用场景的安全高效储能需求 星辰新能 作为液流储能领域的初创企业 成立时间仅两年多 此前并无大新闻爆出 但近期公司动作频频 在业内引发了一大波关注 从技术背景来看 公司实力不容小区 研发背靠中南大学 拥有液流储能领域 大牛刘肃琴教授 作为首席科学家 刘肃琴教授 是国内最早从事 液流储能材料 与设备研究的科学家之一 在中南大学技术支持下 公司近年来对储能系统 电堆核心组件 整机等等 开展全面自主研发 如在电解液方面 采用饼丸黄酸 笔定翁盐进行了改性 有效提升浓度 能量密度及稳定性 此外 公司在繁电池电极 离子膜 电堆结构等方面 均有关键专利 在产品方面 星辰新能 目前产品包括 M系列模块化储能系统 G系列分体式储能系统 及S系列工商业 一体化储能系统 适用于下游清洁能源 智慧电网 工商业等多个领域 进入2023年 公司进入技术密集落地期 2月13日 与湖北省校长线 签约了总投资 56亿元的 3级瓦 12级瓦时 电堆组件产线 3月3日 公司液流电池 长沙研发中心落地 5月4日 星辰新能宣布 其全繁液流电池 集瓦集工厂 星际制造基地 在长州五近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落成 据该公司称 该工厂以高性价比 高效率 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 全繁液流储能系统 为核心产品 将为全球储能市场 提供更稳定 更高效 更环保 更具经济性的储能方案 星际制造基地 采用全自动化生产线 和现代化管理系统 具备高质量 高效率的生产能力 同时 拥有完善的生产和研发设施 具备了最先进的测试设备和工具 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稳定性 据悉 该公司将于2023年8月 投产第一期300MW量产线 并在同年12月 建成第二期700MW量产线 最终总产能将达到三级瓦 此外 星际制造基地 还将结合光储系统 全面打造为 及生产制造 电站建设和运营的 标杆性样板基地 积极带动当地储能行业 各链条快速发展 促进当地就业和利税增长 对于未来研发规划 据刘肃勤教授此前公开表示 目前 公司在全凡业流技术路线上的研发目标是 对添加剂进行改性 制备高浓度高稳定性电解液 开发活性催化剂材料 提高电堆功率密度 以及开发低成本 高质子传导高稳定性隔膜 突破卡脖自进口隔膜技术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好反电池的前景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